你可否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張榮輝 我姐姐是一位接受換肝的人 她今年60歲 我自己本身是從事文跡的工作 我姐姐自己生活 但兩年前她發覺身體有點毛病 去做一個小小的檢查 原來肝有些事 後來才發覺肝一直退化 我這兩年都不斷找醫生看 安排她入院 排隊輪候肝臟 這個病對她生活有甚麼影響 生活的影響可以說大可以說少 因為她剛才退休 退休時不用上班也好些 但因為肝病的問題 她要到處找醫生 她也要去定時覆診 又要吃藥 令到她本來想退休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例如去一下旅行 或者跟朋友多些見面 但因為自己身體不好 就不敢到處去 所以有時候在家也很悶 但幸好姐姐比較樂觀 她看電視 或者有時候照顧孫都可以的 但因為這個肝病影響到她自己 對她生活一段時間 其實都不開心 甚至想到一些不太好的事 你跟家仁何時開始知道她這個毛病 大概兩年前 一陣子發覺 這臉是黑色的 而且眼睛有點黃 我就說 姐姐你這樣的情況好像不太妥當 因為我以前有些朋友 有這方面的情況出現 我說你不如去驗一下 開頭她不肯去 因為我姐姐覺得自己都很健康 我驗甚麼 我說不行的 怎樣都要驗 拖拖拉拉都三四個月 她才肯去 原因就是她發覺很容易累 我說你這麼容易累 再加上這樣的症狀 不太好 一定要去驗 所以有一次我都不是家人 就祝祭她驗身 醫生看完她的情況之後 就發覺的確有些問題 後來再從她詳細檢驗的時候 就發覺她的酵素很高 高到也找不到知道原因 因為我姐姐不吃煙不喝酒 都很早睡早起 又沒有其他遺傳病 那醫生也找不到甚麼原因 唯有給她一些藥去吃著 和定期覆診 因為她的身體又表面沒有甚麼 是小小的眼黃一點 又沒有瘦到 吃東西又一樣那麼多 又沒有少到 所以我們最初不肯就是這個原因 後來發現了之後她也不開心 嗯 那你們知道她有肝病的時候 你們心情如何 和反應又是怎樣 我們家人呢 過了都知道之後 都當然很不開心 因為 家車剛剛到退休的年齡 正是準備享受退休生活 那她的女兒又生了一個寶寶 打算弄孫為樂 玩一下 還有照顧她 照顧她 為甚麼突然多了這個病 她自己就 心裏不開心 我們也盡量勸她 也幫她 有時在經濟上 其他方面 協助她處理 因為她剛退休 退休的時候 那筆錢又不是很多 因為她都有其他用途 所以我們在定時定後 都輪流去探望她 因為不是一起住 探望她之後 有時跟她在附近 不要走那麼遠 去喝茶 或者去公園逛逛 另外我們家人也商量 看看萬一她有甚麼事 我們怎樣處理 那你也跟她說 我們會有甚麼事發生 我們會幫她安排 所有的事情 叫她不用擔心 後來經過她的日子 久了一點 她說出資就放心一點 不過我媽媽就很擔心 因為當她知道 我媽媽九十幾歲 她只有六十歲 她就不想見到 所謂白頭人送黑頭人 後來我們也要看著媽媽 又要看著姐姐 所以壓力都頗大 那你們怎樣面對這個病情 我們就兩方面 第一勸我姐姐放開一點 另外周圍找朋友 介紹甚麼好東西給她吃 有些是營養品 有些是中藥 有些是靈芝 有些是靈芝 那類的東西 都看過 問了醫生哪些東西 即是適合她 給我姐姐吃 那裡也不肯吃 她說這麼貴 我說不要緊 錢可以再賺 生命就沒有第二次 所以我們就幫她 在這方面做些事 另一方面就是 剛才也說了 我媽媽不太開心 我們都要哄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在老人院 不太方便探望我姐姐 我姐姐也不適合走那麼遠 所以有時候叫她 多點通電話 聊聊天 慢慢兩個都放鬆一點 另外因為有個孫子在 小朋友很可愛 變了慢慢都集中力 去了小朋友那裡 暫時都過了一段階段 都會放下下來 令到大家的心情也好一點 不過有時候 我姐姐也說 有時候晚上睡不著 突然想起 如果萬一 真的不在這兒的孫子 剛好出生不來 那麼可愛 自己媽媽年紀大 但依然在老人院 又不能探望她 那個人也不太開心 那等換肝的時候 等了多久 等換肝也等了一年 原因就是 你知道香港其實 其實等換肝有很多 我姐姐就在瑪莉伊 這個排隊 但是因為要換肝要配合 血型很多的因素 才可以配合 也都要對方願意 變了我姐姐都等了整 我記得的話 接計一年的時間 其實一般人都可能等久一點 但是因為我姐姐 因為有些治療 又吃些比較幫助身體的東西 所以她的病情就不是 惡化得很厲害 但是到後來 差不多換肝之前 那段日子 醫生都說病情有少少轉變 叫我都有心理準備 所以我姐姐都知道 多些日子都是賺回來的 到後來她不理太多了 去旅行玩了幾天 因為她想著 反正也是 趁衡可以走來走去 便去旅行 你姐姐很耐倦 而且很有福氣 嗯 你們知道 有人願意捐肝的時候 你們家人的反應是怎樣 那時候第一件事 當然很開心 我姐姐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 但是第二件事 擔心 因為換肝是一個大手術 這個大手術 不是一定成功的 還有換了之後 會不會有排斥 有沒有副作用 或者最後會不會有些 不好的事發生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都又開心又擔心 大家商量了 但是最後覺得 如果不換 甚麼機會都沒有 換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試一試 後來大家都 決定支持我姐姐去換肝 她得到我們支持 她也很有信心 特別 看到孫子這麼有趣 都想以後繼續去和她玩 看著她長大 所以我姐姐都恩怡 因為她有宗教信仰 交給天主 她就自己去接受 這個換肝手術 也都很幸運 十幾個小時 換肝手術 最後就成功 那 換肝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知道 換肝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那 你有沒有擔心會失敗 以及如果失敗會怎樣 我們都做最壞打算 萬一真的換肝失敗 或者換肝後出現甚麼情況 我們都做好準備 但是 例如 都 沒有告訴她的 要拿好一些照片 萬一不在 你知道要用一些照片 做事 也都跟家人說了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那 無論我 唯一沒有跟我媽媽說 因為免她再擔心些 其他家人都知道了 知道萬一有甚麼事 我們要怎樣分配 哪個臭腳痠 哪個做甚麼 哪個做甚麼 那我們全部都談了 那 你現在 手術已經成功了 嗯 那 病人呢 他有沒有 過 生活 他現在生活很正常 那我姐姐 換肝現在大概半年左右 最初那一兩個月 就會危險些 因為怕會有些 影響 令她的生活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 都跟她 儘量飲食小心 家裏抹得很乾淨 但是過了一段日子之後 福齊醫生說她 一切指數都很好 所以呢 在這段時間 我們就 幫她 可以走遠些 周圍去走 因為如果完全 不接觸社會 其實都很辛苦的 所以現在她的生活相當正常 有時跟我們喝茶 但是都要小心 好像剛剛 天氣變化 她的小感冒 就不要到處去 因為到最後 如果真的感染到 就很大問題 那我希望她的生活 能夠好像以前一樣 個個個個開開心心的生活 更入獄 如果 真的很熱善 請問 around 妳好足夠 妳好 妳好